接着进入到禁诸业障红杀 听到这一章我们就觉得心情大开 为什么禁诸业障 我们在三界六道轮回 我们这一生所遇的一切的困难障碍 都跟我们累世所造作的业力有关系 所有的业力根源于身口一三个方面 三个管道 从我们的起心动念遏止不住 那一念的恶念 未生恶令不生没做到 结果它逐渐的成为一个很强大的力量 恶念推动我们的身根口 就做出了错误的行为 那个叫做业 你制止不住妄念的时候 那叫祸 你无法分辨那一念是正是邪 依着祸的一个推动 就有了业的一个产生 有了一个具体的行为 火爆一线前 这一生我们就遇到不同的一个难违之处 所以你学到一定要去什么 行一些具体的真功实善 消渊解业 就我们现在来讲 消渊解业就在于我们责任负起 对不对 能够参与一些利人的事情的帮办 可是真正的正本清源并不是强调这一点 夜从心生从心灿 是那一念的无明一念的不觉 所以我们让那个叫祸 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动力 我们做错了 所以正本清源之计 就是要破无明祸 而你要破无明祸 就如同前面所说的 你要不要从多文去入手 依三不离开正之见 才能够减少自己犯错的机会 我们看经文 于是敬诸业障菩萨在大众中 即从做起鼎礼佛族 又绕三章 常会插手和博佛言 他说大悲世尊为我等辈 广说如是不思议的事情 前面已经好几位等觉菩萨 提了修行入门方法 佛陀都一一解答 所以敬诸业障菩萨 是就佛陀前面所解的答案 给出一个赞叹 你讲了这么多的一些的毅力 破除我们众生的疑惑 所以一切如来因地形象 令诸大众得未曾有 赌见调域 调域就是佛的十号之一 调域大夫 什么叫做调域 很能够去引导别人去释怀呀 那个好朋友在一起 好多盗伴在一起 就是你越跟他切磋 越觉得有一些东西 从模糊到清楚 从清楚到放下 心开意解 这个叫善知识 你跟他在一起 你发觉在一起的时候 热情情绪高昂澎湃 可是一沉淀下来 又发觉好像在那么一个热情澎湃的当下 又造作了一些烦恼 获叶又让自己平添了很多的一些无名 你又开始奥门 所以我们是不是善知识 你问问自己 靠近我们的人 是越来越轻松自在 还是在我们的影响之下 他走路 修道的路 是逗退路呀 我曾经在不同的地方 看过有一群小 一小错的人 有一些道场 总有这么一小错的人 看这个不顺眼 看那个不舒服 看上面有没有 觉得他不够资格 看下面又觉得 你们都是一群乌鸦 乌有我是白鹤 上下他都不对眼 然后就觉得心里面很委屈啊 抑郁啊 于是不知不觉 就找了一群跟他有相同角度的人 整天泡茶 泡茶的结果 就是谈一些是是非非 那我们跟这种人在一起久了 你会不自觉的跟他一起沉沦 我要提醒各位情形 那个恶语出口 会让人家心寒 那个负面的话 会让人家的道心 云灭 你坏人的法生惠命 固然他自己 不自觉要承担他的业因 可是你是一股助缘 所以那些负面的话 会影响道心的 你千万不要说 因为那不是你度几个人 捐一些钱 讲几堂课 你就能够消毒的 不可能 你们一定要去注意这一点 所以好话多说没关系 但是会影响人家道心 会动摇道场安宁的话 你不要乱讲 修道人谣言止于智者 然后要化腐朽为神奇 再多的一些不正确的东西 到我们这里 你要有本事 要开出沙漠里的玫瑰 如果做不到这一点 你最好就学会三间七口 因为不行功 也千万不要照顾 尤其嘴巴不需要特别准备 走到哪里就带到哪里 也不需要特别去花费力气 随便张开嘴巴 都有声音出来 这个这么好的一个工具 不慎用 后患就无穷 他说因为佛陀前面 讲了很多修行的方法 包括三观 十方如来因地起修 都没有离开三观 所以佛陀在因地修行 那种精进修行 灭人我直 灭法我直 灭一品身相无名 这所有学半道的过程 如何观观难过 观观过 这个叫做勤苦修行 所以我们在听闻了佛陀的开示以后 我们就心里面 很清楚明白 修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为其不容易 我难行能行了 我的成就也就非凡了 所以与其在这边读高僧传 看了这么多的古往进来的大德者 他们的修行的典范 历历在目 我们不断的赞叹 你要不断的想要起一个 跟他学的一个心 那么也不枉 这一生能够听闻到 这些古大德的一些名号 他说 世尊 若此决心 本觉清净 因何染污 使诸众生 迷闷不入 迷闷就是 他看不清事实的真相 如果说每一个人都具备了 圆明的决心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 让他受到染污 然后让很多人要历劫修行 才能够去照破无名 恢复本心呢 到底是什么染污呢 那各位前去回想 从一开始的文书菩萨讲 因为认假为真 有人我之 因为有人我之 因自体爱而生境界爱 对近身心 有主观意识 对不对 然后这些的对近身心 也无非基于对 自体爱的一个贪恋 我们贪求外面 跟色身肉体有关的东西啊 与我们有益的 我们贪得不舍 这些都叫做什么 迷闷啊 然后好不容易出了六道轮回了 还要白尺干头更进一步 去灭第七世的智相相续相 灭阿赖爷的三系相 这些都是在修行的过程里面 我们必须过关斩将 所以为怨如来 广为我等开悟法性 法性在有情的身上称之为佛性 在无情的身上称之为法性 谈法性谈佛性 其实只是一个名项 他谈的就是一切万法的本体 是什么 就是真如 就是道 向往性真啊 令此大众及末世众生 做将来也 将来也就是 我对这些道理明白以后 我现在未来起修 我有足够的智慧 照顾眼前一切的疑难杂症 眼代表智慧啊 修道的路上没有智慧 很容易被别人误导 而不自觉 所以说是予以物体投地 如是三寝 中而复始 这是敬诸业障菩萨 要为我们所有修学的人 请问释迦牟尼佛的 另外一道课题 为何自信清净 为何又有迷门 有什么无名的染污啊 所以耳食世众 告诸敬 告敬诸业障菩萨言 善哉善哉善男子 如等乃能为诸大众 及末世众生 咨问如来如是方便 咨问就是请问的意思 如今地听单位如说 时敬诸业障菩萨 奉教欢喜 及诸大众默然而听 佛陀答应要给他 一个圆满的答案